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78年11月出生 江苏晋江的先任杨州军分区第一干学所正宫干事 在工作中我总是这样告诫自己 老干部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自己是一名老干部工作者 不能愧在这虽然平反 但却无上光荣的岗位 我的妻子是个幼不正幻想 18年前的一封信 让我们这两条平行线产生了交叉 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像现在的小年轻去西山丁吃吃牛排 去电影院看谈电影 给老婆每次鲜花 搞个小精神 我都没有做 就连婚宴也只是一盘酸菜 这些年我也曾经徬徨 有雨 一忙 但是回过头 看看这些年 我所走过的路 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责任 来 准备 一二三 茄子 人的一辈子不是有限的 我只是想在最有限的时间里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爱你 切菜 淘米 打饭 上桌 照顾干修所里的所有老人的饮食起居 是范荣兴每天要做的工作 每天中午等着这些干修所里的老人们吃完饭 休息后 范荣兴就急匆匆地往家里赶 刘敏是范荣兴的妻子 看上去开朗乐观 实际上她是一名尿毒症患者 每天都要忍受极大的痛苦 说起他们两人的相识 还要源于十八年前的一段传奇经历 一九九五年高中毕业的范荣兴带着对军人的向往和崇拜 残军入伍 来到浙江嘉兴 三年后她获得了报考军校的资格 我在连队文书室 晚上一个人在看书 看了以后自己晚上学习还比较累 然后我就把摄影机打开听听 想稍微学习一下 忽然广播里传来的柔弱女声引起了范荣兴的注意 那是一个叫刘敏的女孩 讲述自己患尿毒症的遭遇 范荣兴觉得自己应该尽绵薄之力 帮帮这个可怜的女孩子 于是她记下了女孩子的地址 第二天一早 她就拿出自己仅有的五十远金帖 写了一段鼓励的话 寄给了远在杨州的刘敏 看到这些信 然后收到这些钱 真的是万分感激 当然就是那种 像人家说的雪中松炭的那种感觉 因为当时正需要用钱嘛 做手术 都要好多好多钱了 然后还要吃药什么 最终在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医院为刘敏实施了肾脏移植手术 为了感谢大家对她的帮助 刘敏给好心人写了灰心 其中就有范荣兴 范荣兴 你好 我是刘敏 我已做完肾移植手术 现在正在康复期 医生说 要是近期不发生排斥反应 我就可以出院了 当时两个人都没有想到 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就从这封信 打开了序幕 范荣兴 收到刘敏感谢信的同时 范荣兴还收到了解放军 长沙工程兵学院的入取通知书 他把这个好消息回信告诉了刘敏 同时鼓励他安心治疗 明 确定还好吗 扬州的天气应该很热了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等放手甲了 我来看你可好 两年后范荣兴从军校毕业 分配到了江苏省军区 某州桥旅人排斩 而刘敏也瞒着家人 找到了一份美容院的前台工作 只要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一般自己都会自己去做 我就想尽量不要把自己 当成是一个病人 我说我现在尽量的 就是成为像人家 现在网上说的那个女汉子 我说我现在就要做这样的了 然而刚下连队 范荣兴就因专业不服 在周桥训练时吃尽了苦头 由于委屈无处发泄 范荣兴便写信向刘敏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我说你慢慢跟她抹合 毕竟人家有七八年的那个经验了 对吧 我说你要是遇到什么不懂的 我说你还要虚心的向人家请教 除了鼓励范荣兴 刘敏还把自己工作的事告诉了她 得知这一情况后 范荣兴脸红了 一个患尿毒症的女孩 尚且如此积极向上 自己这个称汉子又怎能逊色呢 冷静下来后 范荣兴主动找到班长 悉心向她请教专业技术 她然后就给我介绍 怎么个训练的 我们打桥的时候 要有一点技术含量的 只会要很精确 才能够实现这个桥的对劲 那阵子范荣兴总是拿着一个小本子 天天在训练场和大铁块做板 她也慢慢变成了战士们口中的技术大拿 从1998年落下第一笔 到2000年范荣兴军校毕业 一百多封书信 三百多个电话往来 七百个日日夜夜的陪伴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红颜传书中逐渐升温 范荣兴觉得刘敏这个坚强的女孩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走进了她的心房 婚姻不被认可 妻子生命垂危 她用不离不弃完成生命的守候 医疗费用高啊 妻子意外流产 她永相如以沫 书写真爱的誓言 君女人生正在为你播出 范荣兴陪你一起慢慢变老 时光匆匆转眼六年 他们没有花钱月下 有的只是书信中的互诉情长 电话内端的轻声呢喃 病床前的交心等待 2004年 范荣兴向心爱的女孩刘敏求婚了 本以为是美式一桩 但范荣兴却因此背上了不孝的罪名 一边是骨肉亲情 一边是知心爱人 到底该如何取舍 范荣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2004年7月 当时还在南京周桥部队的范荣兴 如往常班给刘敏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一件自己思虑已久的事 我打电话给李明 我说这样我们近期 我说过两天我就学家 回去我们把结婚证领了 我们也没说我们结婚 我们说把结婚证领了 我当时心里面先是一蒙 然后当时心蒙过来以后 当然还是蛮开心的 其实在范荣兴求婚之前 并未争得家人的同意 父母甚至还找来亲朋好友 论番劝说 唯恐儿子走上一条不归路 当时自己也是很痛苦 你也不知道好像可以怎么办 但是经常是整夜的睡不着觉 并非范荣兴不顾及父母 而是她清醒地意识到 要是自己离开刘敏 那么她的生命之话 距离枯萎也就不远了 每当想到这里 范荣兴的内心便有种揪心的痛 于是爱的天平倾向了刘敏 刘敏 吃饭 结婚的喜讯不禁而走 排长范荣兴要去尿毒症女孩的事情 在整个连队都传开了 当时我们一般都认为不会的 因为确实从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无论她是做事做人 还是一个比较精干的 做出这样的事我们也是没想过 2004年8月 范荣兴和刘敏登记结婚 部队领导知晓范荣兴妻子的身体情况 特将她从南京调到扬州军分区第一干修所 认证供干事 两耳新婚不久 刘敏的身体就拉向了警报 我一听抢救这个字 我当时真 我有点懵 脸上都是肿的 鼻孔里面吸着眼 反正打地24小时 那个打地 输血 大量出血 鼻孔里有血 血色素很低 原来刘敏医治的肾早就不堪重负 医生直接开出了一张病危同之书 当时范荣兴每个月的工资 这只有1200元 手术的费用早就把多年的积蓄消耗殆尽 而血透一周需要做三次 医疗费成了范荣兴最大的难题 我那个时候 我实在没办法 我自己到县医车上 限了300还是400 我能后来拿着我县的血 可以抵他 那个时候想尽一切办法 尽管如此 刘敏的治疗费用 仍让范荣兴感到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 他所在的干修所 军分区和医院 对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给他家属 办了血经家属 医疗有了一点的保障 另外协调地方红石智慧 地方医疗机构 采取了一些优惠 或者是部分投资解敏 这么一种形式 尽可能地来解决 和来减锁他家里的医疗支撑 在大家的帮助和照顾下 刘敏的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 范荣兴也总是微笑着寸步不离地守在妻子身边 喂药 喂饭 端食端药 他始终没有半句怨言 2010年5月 刘敏怀孕 两人兴奋之情 溢于言表 然而 由于长期服药 孩子不满一个月就流产了 刘敏当即陷入悲痛之中 不能自拔 范荣兴是家中毒子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结婚的事上最终没说什么的父亲 这一次居然落泪了 我父亲有一次跟我谈 就是我姥姥有你 包括我的母亲也说过 说我们姥姥你有你 你跑也跑不了 你是我们的儿子 那么你姥姥以后你怎么办 为了宽慰家人 2011年 范荣兴和家人商量后 领养了一个小孩 从此妻子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 与父母之间的隔阂 也慢慢消除了 范荣兴和刘敏的婚姻小船 再次使进幸福的港湾 因为生活简朴 婚后他们只添置了一台电视机 收音机作为两人爱情的见证 更是成为家中的宝贝 如今范荣兴依旧保持着每天 收听收音机的习惯 听收音机陪孩子看看动画片 和妻子拉拉家常 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光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你路上收藏 天天天地地地的幻想 留到以后坐着摇曳 慢慢了 我能想到 我的生命 随时可能会画上句点 也不知道还能陪你走多远 但是谢谢你 没有放入我 在绝望中前行 牵着我的手 陪着我慢慢变老 两个人只要相濡以沫 不离不弃 再苦再累 心里也总是甜的 一首最浪漫的事 是范荣兴夫妻俩的最爱 对他们来说 一起慢慢变老 是他们今生最大的愿望 在照顾好妻子的同时 范荣兴的工作 也一点没有耽误 她先后被评为 南京军区先进老干部工作者 江苏省双拥工作先进个人 并三次荣立三等功 对于现在的生活 范荣兴很满足 她说自己今天的幸福 离不开组织的帮助 社会的关爱 所以她一定会把这份爱 坚持下去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任务升级 挑战在即 她如何克服困难 完美谢幕 军女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李辉 人生永无休之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